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外 第九十六集 恩爱不宜 共赴美好 谢家明住到了顾南亭家 等小悠放学回到家 看到了他 虽然没有见过他 但知道他就是爸爸妈妈口中所说的 谢姬长家的儿子谢家明 便有礼貌地向他打招呼 家明哥哥好 谢家明 想必你就是顾紫月吧 你刚出生那会 我和我爸妈去医院看过你 我那时还拉过你的手呢 小悠眨巴眨巴眼睛 道是吗 我就说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你 但就有种熟悉的感觉 谢家明 第一次见你时 你冲着我哥哥落不停地笑 想当初才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转眼间 长成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了 小悠 嘿嘿 是吗 家明哥哥 你快跟我说说 我刚生下来 那会是什么样的 我老听我妈给我讲的那一个版本 都听腻了 于是小悠热情地拉着谢家明进自己房间了 顾南婷听着两人的对话 笑着摇摇头 女儿的性格像成潇 热情大方爱交朋友 这不 家明一来 她都不用管了 直接被女儿接带走了 谢家明本就是个话不多的孩子 再加上爸爸生着病 便情绪一向不高 好像总有心事 于是 小悠就想办法逗她开心 帮她增强自信心 相信谢叔叔 吉人自有天象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悠能说会到的小嘴 倒是像急了她妈妈 家明的不开心瞬间减少了一大半 成潇这周没有航班 倒也不忙 早上出门 中午十一点下班 下午三点上班 六点下班 一回到家就能吃到顾南婷亲手做的饭 厨房里 成潇到 南婷 本来是让你请假在家好好休息的 还让你给我们几个做饭 以后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下班回来的早的话 我给咱做饭 要是回来晚了 就点外卖吧 顾南婷 萧萧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本来我这眼睛它就是个小手术 两三天就恢复痊愈了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做个饭呢还是可以的 你就放心吧 再说了 我们三个还指望你养活呢 我可不得做点好吃的好好 巴结巴结你啊 成潇 切 正经不过三秒 行 我就安心刷着你的卡养活你吧 饭菜上桌 董事的小悠连忙给嘉明碗里加菜 顾南婷道 嘉明 多吃点 初中学业繁忙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成潇温柔得道 嘉明 别拘束 我和你顾叔叔跟你爸妈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你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别客气 嘉明 谢谢成潇阿姨 顾叔叔 还有紫月 这吃饭的场面 感觉就像是一家四口在一起 其乐融融 充满了温馨的气息 周末 成潇和顾南婷带着两个孩子去商场逛 成潇给嘉明买了一身新衣服 又怕孩子自尊心强不要 也给女儿买了件衣服 两个孩子公平对待 一视同仁 顾南婷嘟囔着 让成潇也给他买件衣服 成潇道 你不是有衣服穿吗 还买衣服干什么 小悠忘了成潇几眼 妈妈 你柜子里那么多衣服 不也总说没衣服穿吗 爸爸都不怎么买衣服 你就给他买件吧 顾南婷认同的点点头 就是 我也要 要一视同仁 成潇翻了个白眼 道 行 买买买 大的小的都是祖宗 我得供着 要买什么 赶紧给自个挑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说不定下一秒 我就反悔了 小悠欢快地 拉着嘉明 和爸爸挑衣服去了 晚上回到家 洗漱过后 两个孩子 各自回屋休息了 回自己房间之前 小悠还神秘兮兮地 告诉成潇 妈妈 爸爸有惊喜给你哦 成潇问了一声 顾南婷把成潇叫过去 说是要给他一个礼物 成潇打开盒子一看 是他上次和女儿 在那家商场 看上的一条白色的裙子 当时他已经试穿了 非常合身 小悠也说了很漂亮 成潇一看吊牌 几千块人民币 没舍得买 成潇惊讶地问道 我明明记得这条裙子 是之前我带着小悠去看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他的 顾南婷 因为我们心有灵犀 所以我就知道 你喜欢他呀 成潇笑着道 切 我才不信呢 顾南婷继续道 其实是小悠回来 给我说的 说白天他妈妈 看上了一条漂亮的裙子 嫌太贵就没买 我就顺便问了一下 在哪家店看的 然后最近你不是上班着呢吗 我就和小悠悄悄去 把他买了回来 商量着给你一个惊喜吗 成潇太意外了 感动地说 老公 我太爱你了 你怎么这么好 我随便试的一件衣服 都能被你寄住买回来 顾南婷 也幸亏女儿给我说了 只要你开心就好 成潇 开心 就是 好几千块钱呢 心疼 顾南婷 没事 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成潇 你的钱也是钱啊 再说了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顾南婷 小财迷 花都花了 你还不赶紧穿上看看 成潇在顾南婷的帮助下 快速穿好衣服 顾南婷盯着 成潇看得出神了 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太漂亮了 潇潇 这件衣服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太符合你的气质了 成潇像个小姑娘一样 温柔害羞地说道 还好吧 是衣服好看 顾南婷 人更好看 说着 便搂住了 成潇的腰肢 暧昧 得道 这么美的人 可得让你老公 我好好疼爱疼爱 成潇嘴角偷偷笑着 顾南婷便吻上 她的唇 床上 顾南婷急吼吼地 解着成潇的衣服 一时半会还解不开 成潇娇称道 老公 你慢点 别弄坏了 几千块钱呢 顾南婷 早知道这衣服 这么难脱 刚才就不穿了 成潇 你刚才明明说 我穿着好看 怎么能不穿呢 顾南婷 不穿更好看 成潇抡起小拳头 捶顾南婷 嘴里口是心扉 得道 老公 你怎么这么流氓 顾南婷 本来就是吗 我老婆身材那么好 衣服挡住 不给老公看多可惜 说话期间 两人的手并没有停止 配合着脱掉了 彼此的衣服 顾南婷深邃地 眼眸望着身下的人 虽然已经四十几岁了 但却还如同他初见时 那般年轻貌美 摸着他白皙的皮肤 依旧那么光洁嫩滑 还有那高耸挺拔的胸部 让他爱不释手 再碰上他那一双深情的大眼睛 情不自禁 干柴烈火 共赴美好 岁月不可回 但前方还有路 虽有坦途或崎岖 但爱却可以相互搀扶 走完漫漫人生